3月24号朋友们 礼拜四 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29天了 现在是下午18点10分了啊 现在啊有人说啊 有人说中国的结婚啊 中国大陆的结婚登记 跌破了800万对 今年啊今年 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政府还惦记着让民众生三胎呢 没想到他们连婚都不想结了 有人说啊正常现象 在大陆如果细心的人会发现 公交车地铁等公共场合 极少见到开口谈笑的青年人 绝大多数人的状态都是心事重重 或者是麻木呆滞 偶尔路过一些欢声笑语的地方 多是些少不更事的读书人 有人说压力太大 有啥办法呀 是吧 说小学生也是满面愁容 可能学生内卷的压力有点大 这是一个物化社会中新思想与旧思想 碰撞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男生结婚没有不翻阅房子和彩礼 这两座大山的 而大多数女方家庭作为既得利益者 觉得理所应当 并且打着为小家好的口号 做着卖闺女的操作 如果和女方吵架 又会反过来 以女性权利和自由来控诉 又当又利 这个叫做又当婊子又利牌坊 当然是他的观点 不代表我是这观点 多少情侣在临结婚的时候分手 都要感谢中国的好丈母娘 有人说一胎扎 二胎罚 三胎四胎 杀杀杀 打出来 堕突来 流出来 就是不能生出来 今日逃避寄生政策外出 明日回家财产 一切全无 你违法生孩子 我依法拆房子 一人超生 全村结扎 要享父 先修路 少生孩子多种树 晚婚晚育 少生忧生 幸福一生 经济搞上去 人口降下来 没有人口 你的经济 对吧 你能搞上去吗 只生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中国的政府 总是付出巨大代价之后 才可能转 才可能转 转的时候也不认错 你还得感恩戴德 你不服就弄你 把你关监狱 我在国内的时候 工作就是996 很累 真的是不想谈朋友了 更别说结婚了 有人说呀 过度的收割 把韭菜提前都割残了 都割成残废了 残疾了 说群众对劣质避孕套问题 反映强烈 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实施避孕套专营 群众对不负责任的父母 随意堕胎反映强烈 尊重生命 禁止堕胎 这都是调侃啊 说这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吗 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出现减少 都是在人均GDP 两万美元以后发生的事情 现在中国国内才一万美元出头 就开始更新最低值了 难道这正常吗 然后有人说了 在中国一万GDP的工作强度 比西方国家四万GDP的工作强度 可是高多了 我读书那会儿听说 日本上班怎么怎么苦 等我毕业以后啊 现在的日本敢跟中国提加班吗 很多工厂都是16个小时 对我们那会儿也听说 日本哈 前些年 哎呦 日本人就是猝死累的 那中国还好多猝死呢 前两天那个字节跳动 那个江西的小伙子 那不就猝死了吗 加完班 又去健身房 死了 不知道单位怎么样了 是吧 他媳妇都怀孕了吗 说这么高的强度 这么低的工资 才使中国成为最优的供应链 保障了美国低廉的消费品供应 这就是全球范围的内卷 全世界的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 抵制内卷 美国再也不能享受低廉的消费品 盘剥世界劳动者了 说典型的什么事都怪美国论 中国人的工资低被剥削 怪美国 殊不知 中国人的工资完全是由中国政府定的 如果中国劳动者抵制剥削 第一个干死他们的就是中国政府 说典型的造谣 你只说了一件事 我只说了一件事 你居然总结成了什么事还都 这意思就是不是一件事 你再举几件 我还有什么事怪了美国 说语言问题的根源还是智力 说咬文嚼字有什么意思 你当然不会什么事都怪美国 比如你妈被强奸的时候 说日本上一届的菅义委政府都知道 日本人应该多生孩子 就补贴了60万日元 结果中国人不知道 说二战之后西德好像是生二胎 政府出全部的抚养费 然后有人说凭什么就一定要听政府的话 政府听过民众的吗 说挺好的呀 炮灰不够多 就不会倾启战端 当然也不绝对 像毛子像俄罗斯这种 只有20万的兵 却还要侵略一个4000万的乌克兰这种大国 只能用愚蠢狂妄来形容了 中国人结婚成本太高 经济一旦受挫 结婚率肯定要下来 说这次疫情也让人警醒 按揭买房也是一个大坑 然后有的人说了 他是女的 他说我倒是认为 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 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彰显 婚姻和生育不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女性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人生价值实现了 说躺平就是最好的爱国 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那么就不要让孩子来承担一样的痛苦 说猪不产枣了 猪枣下猪枣了 猪不下枣了 这可把养猪场的老板挤眼了 挤坏了啊 说不是不想是不敢 尽管我和恋人感情非常好 但我们也打算等几年到移民之后 到国外再结婚 享受国外的福利 中国没有福利 说不是不想结婚啊 是够结婚条件的物质条件的人越来越少了 有人说你是不是活腻了 老是抹黑我党我国 不想回国了 胆肥了 入籍日本鬼子国籍了 如此的大逆不道 说如果生一个孩子送一套房子 是否出生率就会提高呢 有点意思啊 有人说强制生育法很快就会到来 你信不信 强制生育法 说还有限制打胎这种变相的东西 说法拉利卖的这么少 不是因为大家不想买是买不起 说办个婚礼 全村隔离 谁还结婚呀 对于如何惩罚和强制来创造人类社会的奇迹 这点要对CCP 有信心 说政府和社会脱节很久也很远了 控制言论等方式也导致了实际上有竞争力的年轻人们选择躺平的方式来抗争 说这是韭菜最后的抗争 说就是经济发展太不平均了 结婚的主力要靠小镇的青年 小城镇的青年 现在一二线城市拼命的吸周边的人力 人力吸进去了 生活压力太大 成家太困难 所以还不如一个人过 说不生小孩直接就把你开除了 看你还造不造小奴隶 说下一餐下顿饭都不小的在哪吃 结了婚害人呀 说没事 结婚率下降了 离婚率不也降低了吗 离婚率可不一定降低了 是吧 这个人要一穷 是吧 贫贱夫妻百事哀 是吧 说不结婚只同居 就没有被迫生孩子的问题了 下一步要强制配种了 不然就游街批斗 说套上锁链 大干快上 对啊 套上锁链你生不生 不生强奸你让你生八个锁链女 对吧 说很多人结婚呀 只是想拥有一张免费的 免费嫖娼的票 所以女孩子说滚球滚蛋 说大多数年轻人到了年纪 肯定是要结婚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年轻人少了太多 我老家农村里 望过去满眼都是老年人 说这是无声的抗议 就这个倒霉的世界 一天到晚 新冠家打仗 生孩子出来 受苦受难呀 是吧 归根结底 还是三个深层问题 一户籍和房产的捆绑 牵涉教育 医疗养老等生活的现实 非买房不行 二税收太高 企业利润都被各种的税费 蚕食殆尽 企业经营压力太大 盈利困难 才会倒逼催生996 狼性等职场文化 大部分的企业的最终目的 老实说 不是为了不当获取暴力 而是仅仅为了生存 第三 社会保障太差 几乎人人都在裸奔 有人说会不会和疫情管控也有关呢 结婚推迟了 是吧 说倒不是都不想结婚 上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那一段 是计划生育 引流 产胎儿的高峰 也是新生儿 男女比例失衡的高峰 女孩本来就少 加上经济问题 还有其他因素 说接他妈的接呀 我爱接不接 与他妈的何干呀 说房价太高了 教育医疗配套太低了 又加上国进民退 民企被各种义政词严的打压限制 孩子们就业压力太大了 说我给中国政府支个招 婚礼的成本全部报销 婚后生育费用全免 维持婚姻不离婚 二十年 奖励一线城市房产一套 生三个娃 奖励一线城市房产三套 生到三个娃之前 以及之后产生的所有教育费用 包括课外辅导费用 全报销 说你看问题解决了吧 好 解决了